你们有没有那种高光时刻 被没有边界感的朋友毁掉的经历 有一次我欢欢喜喜地 穿着新衣服回学校上课 一到学校遇到隔壁班小哥 别人是特别乱临的懵懂 直接一个反手套我领标 哇 他掐着我领子 就像我老爷在掐菜市场的鞭 你没礼貌 你们生活中肯定遇到很多 因为没有边界感 而令你感到不舒服的人吧 你好 初次见面 会买几水给我 我随便帮我带买花 有个人该这样的那只来上 我是你妈呀 一见面就要照顾你还自来熟 我之前不是去大都会走红毯吗 我人生中的高光时刻 有个女生跟我不太熟嘛 见到我穿漏杯 顺着我伟龙狗 嘟嘟嘟嘟嘟嘟嘟 嘟嘟嘟嘟嘟嘟嘟 一个毛巷嘟 我说我去动物园忙碌海豚 都没你现在这么坦然 我摸一下我的脉脯 好像就反应怎么还在跳 我是真的不懂 为什么会有人觉得 在你提出无理要求的时候 后面加个杯 一切仿佛都合理化了 我好饿啊请我吃饭呗 我喜欢你的巴松给我呗 你最近脸好脱好亮用的什么 叫我用一点呗 然后我的血化就人生机体精华 就成空瓶了 要不是我发现我的白色瓶不进了 它估计还不会还 空瓶大概是因为这个东西好用吧 毕竟它里面加了黑深清脆嘛 洗完冷第一步你就擦它 皮肤通道就一下就给你打开了 因为黑深清脆的那个修复力 说人话就是强认皮肤屏障和平衡基底 这也不是人话 反正就是你的第一步用 然后就跑了 质地也是很清透的 一抹就吸收 我这几个月一直在用 真的又细又润又稳 真的我要按头按力给你们 去感受一下这个人生的高光时刻 25号我还会去他们的直播间 会有他们家的人生水乳和自营水乳 我都提前试过来是真的还不错 这次还做了联名的周边 你看可爱不 最近我为了捍卫自己的边界感 开始试着对别人说不 第一个下手的就是Tony老师 我跟他说我不办卡 你提出是你的事 我拒绝是我的事 至少这会让你活得很舒服 毕竟万一你不喜欢我 也是你的事 关我 谢谢